今天就转频道了 也是一个新的身体的组合 一个新的组合 我们来看第1次了 Fansys来的网友翻译 这次小弟就第1次的翻译多多包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他真的没有 可以不得好人真的有事我们也接受的 真的每一天都活得好人是要我们祖耶稣的保护 8月份对于我是一个很 特别的一个日子 8月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不是说对于我太太公平生日 不是说他太太 跟那个圣日 因为是 其实呢再过几天了 可以继续在华生文书 6月10年 因为再过几天的话就开始 我在罗神湾接到第10年的事故 每一次 在这个事故的时候 我都很自信 想到 这个时间 每一次在这里事故的时候都会想到 转接的那个时间 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了 所以很多人已经有听过了 我觉得 对于没有需要 是一边精神 序面的老手 所以 人家觉得有需要见证神奇妙的保护 因为 一年7月31号 应该 在新加团单教育 进入的事故 2012年的7月31号 本来是 牧师在西亚图 教会最后的一天的事故 因为他们的新的牧师 终于能力 我得特地 想饮了 所以教育就叫我去投个给人 因为新的那个牧师还没赶在即上日 所以教会要求我多领了几天 你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理由 是要推调他们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推调他们 所以 原来那次的 八月 第一个星期的崇拜之后 他就开始 王太太就 执行这个行李 所以 原来那个八月的第一个崇拜之后呢 他就跟他太太去收拾那个行李 我记得你是这个 八月九号 一个星期四来的 很记得八月九号是一个周四 早上是执行李的时候 自己的左眼是听不到问题 早上收你行李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就马上下午就可以看他准诊 所以马上下午就要去看急诊 发现了 发现了原来是四网膜的脱落 发现了原来是四网膜的脱落 他记得了 很特别的压力 很大压力 所以搬家是一件很大压力的事情 但是 一知道这个四网膜脱落之后 跟着那个 跟着那个 六网膜 就早上就做手试了 一直到四网膜脱落之后呢 第五天 第二天早上 最后要做手术 跟着那个六网膜的早上 就看医生来复诊 然后中六的早上又要马上去复诊 复诊之后呢 又跟一对的 夫妇 在主义教会的夫妇 吃过一个送给的午餐之后 之后又跟教会的一对夫妇 吃完那个送给的午餐之后 那我就 我太太 一个人开车 然后我太太就一个人开车 我就第一次 是连续三天坐一个车里面 是他开车 第一次尝试一个人坐在副驾里面 然后是太太开车 当然呢 所以这么久 我们的机会这么久 当然开那么久就担忧那么久 感谢神呢 平安呢 是回到这个 我餐厅 感谢神 还是平安的回到LA 但是我真的感谢神 但是神 非常感谢神 因为呢 留多几天的缘故 因为多留了几天的缘故 教会呢 仍然是帮我 买了一个月的 抢了一个 治疗保险 教会还帮我买了 多一个月的那个医疗保险 所以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迎庭看医生 所以在问题发生了之后 我还可以迎床去看医生 做手术 做手术 复诊 还有复诊 因为想象 如果 经过在7月底 是临职的 如果有个想象一下 如果我在7月底的时候离职的话呢 如果在路上 或者是飞机上 希望我脱落 如果在路上或者在飞机上面 四眼我拖落呢 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可能我就是 接触到这些东西 经历对手 我觉得是什么功课呢 那我也会问 接触了这些东西 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学到一些什么功课呢 这个功课呢 独特是要叫 Simon和Michael 这个功课我特别要叫Simon和Michael 特别来留心听的 基督哈基督哈 切记啊 千万不要在月底的时候离职 当然是在说笑 但是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说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好 那么我们神之人呢 会遇到人 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会遇到危难 也在任何的怀孕当中呢 我们有什么 而且是在 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有神的名在 有他的看顾 有他的看顾 弟兄姐妹 信靠我们主耶稣的人 是始终的 信靠我们主耶稣的人是始终的蒙福的 在过去的两个月 Simon和我 在过去的两个月 在过去的两个月 Simon和我就从那个使务行传去分享那个信息 我们看过第2章第3章第4章 我们看过第2章到第4章 我们上海贵了 Simon就 说到比特 是比 四年充满 上个礼拜 Simon就讲到 皮勒受 宋灵的充满 因为我 说到Simon 我为他 是因为 说到Simon Simon就非常的感到恩惠 看到他上海贵了 是有一个 教他讲道 他翻了手 听到他最深的 20分钟左右的讲道 因为上周回来的时候 看到Simon 最后的20分钟的讲道 现在绝对有信心 看到他越来越有信心 讲话越来越有胆量 我们说到比特 我们现在回来说 比特 那个时候面对强敌的威吓 但你听到什么 不恐怖的 那个时候我们面对强敌的威吓是不恐惧的 你看到你整个盘查的过程当中 在盘查的整个过程当中 比特说的最少有几个非常精彩的说法 比特说的几句 觉得非常精彩的说法 第一句 我们看这个 除了他 说 除了他 没请教 因为就是天上天下人 每一次 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 除他 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 私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得得救 你知不知道你还没练着这句音句 就快点联合 弟兄姐如果没有练过这句经句的话就赶快去练 得应该 第二句 在这个第四章第十九到二十节 在十多行传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牙膀 我们所按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舍 经文就在头条上面 大家看到比特真是我觉得 很为他缘故 所以比特非常的缘故的感谢神 当比特和这个要汉被释放之后 当比特跟约汉被释放之后呢 那我们就去到一个友人的朋友的家 去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 那当然见到朋友的时候 第一件事 我们个人都被人见到 就是分享了支持的经历 当然见到朋友之后 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分享他们的经历 之后大家一起来祝祝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祷告 在这个第四章的第十一节 他说 头到如了 罪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识明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时候行传四章三十一节说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上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我就是这个时候讲的 我都觉得 我都很兴奋 就算我们现在在这里讲 我都觉得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 这个孺家就描述这个 宿灵团体 之后那个证捷 然后孺家就描述这个 属灵群体的进展 在三十二三节说 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众 此不大有能力献证 主耶稣復活众人 也都无大恩 在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的 就统一招三个体感到 然后在三十四三节说 内中也没有厌决的 因为人人将全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 加银 那内放在使徒家前 照各人所 虽容的分级各人 三十四三十五节 在图面上面 我看到这个属灵团体 有几个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特征 我看到这个属灵的群体 有一个非常 明显的特征 你看这个scribe 我看到这个属灵团体 我看到这个群体是 同心合意 大有能力 我非常广怀 我们看到这个群体是 他真是常常祷告 同心合意 大有能力 还有非常感慨 然后 陆家就介绍了一个人物 然后陆家就介绍了一个人物 A三十六三十节说 有一个利美人 身罪 例如名叫若瑟 使徒清河 来巴拿巴 他有 田地 有卖的把 眼 这个家人 拿来放在 石头 在三十六三十节说 有一位利美人 生在 居比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他有田地 也卖了 把家人拿来放在 使徒脚前 陆家在一个 很食堡的时间 是介绍了巴拿巴 陆家在一个很适当的时候 去介绍了巴拿巴 因为陆家在一个很适当的时候去介绍了巴拿巴 是教会 是一个 后来 是一个 轻重的人 后来教会看到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具足轻重的人物 甚至那段时间 他在这个属灵群体里面 巴拿巴是众人的仿仰 甚至后这是众人的仿仰 之前在罗省有一个牧师 之前在罗省有一位牧师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有爱就有羊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有爱就有羊 我很同意他这个好观点 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教会的确是需要有爱 而在爱里面的确是带来有 一个人信主 还有羊的 教会是非常的需要有爱 而且还非常需要 爱 有羊 但是除了羊之外 但是除了羊之外 在教会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用动物来描述这些人 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可以用动物来形容的人 大家自己知道 什么东物 一个应该大家很熟 应该听过了 有一个动物应该大家很熟有听过的 下一个赛 狼啊 狼啊 所以我知道 不合了是吧 有个狼啊 乔一生就猜中了 都有人说这些就是披着 橡皮的狼啊 还有这种我们说的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有其他呢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动物 还有其他人 其他的动物 描述人的 在下一个 有没有很意外 有什么狗里面 有没有觉得很意外是狗 那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 很喜欢狗 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是很喜欢狗 包括我们在呢 看这个 菲利比书第3章第2节 看那个菲利比书的第3章第2节 说应该防备犬来啊 防备作恶的 防备王子 恒的 说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的 防备广自行歌的 还有一个人啊 还是 有其他的 还有一个人 这个动物 大家知道是什么 还有一些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动物 有狼有狗 羊狼狗 狗还有 猫 你本来是猫 你 小弟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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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兄想把整个斗手气都大 原来呢 我说的这个是猫呢 是说的 Cat Copycat 我们说的猫是Cat 是Copycat 有没有听过这个Copycat 你听过什么叫Copycat 现在有小朋友经常会听到 说的 是说的 Copycat 这个也是 如果我们现在有小朋友的话 就听到他说 我们有Copycat Copycat就是模仿的 抄袭人的一个 一个意思 Copycat就是模仿抄袭的意思 其实是很可怜的 其实他是很可怜的 有些信仰其实他还没有一些属灵的外含 因为有一些信徒他其实还没有那个属灵的内含 但是他就仿佛一些属灵的表现和言主 但是他就会仿佛一些属灵的言 那个意思就是 他拥有一个属灵的外表 但是没有那种内含的内含 就是有外没有内含 所以篇文要从这个 市场前 第一章 但是 所以我们今天从此童其作诞众的第五章第 一节到十一节看 这一只的 所以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 从他的妻子撒贝拉卖了天产 那一个字呢 中文和文呢 其实文都不会翻出来的 里面有一个字呢 中文的和文可能一般都不会翻译出来 其实也是重要的 英文的版本大家能看得见 但是我们重要的说这个 在西伯来文里面就是 所以看到之前我们讲到巴拉娜 所以如果巴拉娜是一个正面的教材 所以如果巴拉娜是一个正面的教材 那亚拉尼亚就很明显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那亚拉尼亚就很明显是一个负版面的教材 那你看到他们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那么他们两个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区别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第五章的第二节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第五章的第二节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这里说到有两个人 这个意思是之前的巴拉娜 之前的巴拉娜还有现在的亚亚亚 这个是给的一个是全都拿出来的 一个是给了部分的 一个就是收尸房钱 一个是图河保留 一个就是哈佛保留 一个是有所保留 一个就是有所保留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差别 阿拉尼亚他给了部分的 亚拉尼亚就只是给了一部分 但是他怎么说 大家怎么说 是这么多呢 全部都拿出来了 但是他就说就是这么多了 全部都拿出来了 那我不知道他要怎样表述 阿拉尼亚的行动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会描述这个亚拉尼亚的手动 我会叫这叫假装 我们会说这种叫做装 或者是打大话 或者是撒谎 或者是黄片 或者是蒙 或者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用的 就是魏善或者是假无为善 或者很多人喜欢用的卫善或者假冒为善 那什么叫魏善 什么叫hepocritical 什么叫做卫善 hepocritical 就像这一部图画一样 hepocritical 这一部面具部下的一个演员 当然这里说到的面具的背后是一个演员 其实以前古希腊的一个剧团 其实以前在古希腊的一个剧团 一个演员可能要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 一个演员可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怎么能分辨出来呢 怎么能分辨不同的角色呢 除了服装之外 除了胡适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面具 所以这个面具很鲜明的分辨了不同的角色 所以这个面具就会很鲜明的分辨出不同的角色 再看看这个阿拿尼亚和巴拿巴的分辨 再可以看看那个亚拿尼亚和巴拿巴的分辨 现在巴拿巴是终极的正派 如果巴拿巴是那个终极的正派 阿拿尼亚就是终极的反派 亚拿尼亚就是那个终极的反派 如果那个巴拿巴是正派 如果那个巴拿巴是正派 阿拿尼亚就是终极的 亚拿尼亚就是终极的 是一个 Copycat 一个的 口鼓猫 是一个Copycat 是一个草碑猫 而它其实是故意蒙天使徒的 其实它是故意的去蒙天使徒的 给他们的印象 以为它真的是真材实料是正版来的 他们以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一个正版 亚拿尼亚就是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是神不知怪不得 亚拿尼亚有一个做的事是神物之鬼不觉 最多只是他和他太太知道 最多只有他们两夫妻知道 对我想到呢 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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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想到彼得竟然知道了 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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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直接就斥责亚拿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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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把他的面具扯下来的一样 这个文章第三节 请听我们读第五章的第三节 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金红圣灵 叫田地的家人 撕下罗马几分呢 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撕下圣灵把田地的家人撕下 撕下几分呢 他说第四节 田地还会有坏 不是你主力吗 击坏了 家人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身为体者 意念呢 你不是金红人 是金红圣灵 是金红圣灵 第四节说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金卖了 家人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奉人 是欺奉神呢 比德给亚拿尼亚一个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指控 比德给亚拿尼亚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 虽然就是一个 欺奉圣灵 Lie to the Holy Spirit 就是欺奉圣灵 Lie to the Holy Spirit 各位弟兄姐妹 那我相信呢 亚拿尼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其实我相信亚拿尼亚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片 他知道他自己是在梦片 但我相信他呢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其实是欺奉圣灵 但他可能不知道他原来他做的不是欺奉圣灵 我相信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有这样的一个下场 第五节 阿拿尼亚听见者说就扑倒 团鸟气 听见的人都受惧怕 第五节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哭打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那我老实讲给大家听 任老师的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神会那么尖利的惩罚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 陈会那么严厉的去惩罚亚拿尼亚 那个时候那个感觉 好像所犯的罪的 这个惩罚的好像 很相符 因为那感觉是所犯的罪 跟他受到的惩罚好像不太相符 是不是 太重呢 是不是说得有点太重呢 这次我自己都从来听过诈骗犯了被判死人了 就我们没有听过诈骗犯被判死刑 不知道大家我听过诈骗不是一个处死的刑罚来的 就我们大家听过诈骗应该不是一个要处使的一个生法 那当然似乎你在哪里 并是想到一部旧的电影 虽然这样我们想到一部旧的电影 这个我不是很喜欢 大家就 连续得罚 这是我挺喜欢的 但是他又得奖的 他曾经是 这部电影得过奖叫 《假如我是真的》 他就为了这个电影得了一个讲 《假如我是真的》 那个故事很简单 这个故事很简单 一个小人 一个小的人物 在一个有意无意当中 是冒充了一个高官的儿子 在有意的无意当中冒充了一个高官的儿子 当然在那段时间 享尽了很多的福利 以前想都没有想过 当然当时他就想尽了很多的一些福利 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福利 当然后来身份被揭露了 当然后来他的身份被揭露了 那下场怎么样 所以他的下场怎么样 都接着 不是担头 直接进来不是砍头 是倒 所以其实 最重要的 就不是你 所以重要的 就不是说你骗什么 而是你骗谁 阿南尼亚 不是 西红人 而是西红神 亚南尼亚他不是西红人 是西红神 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 可能 罪不知识 可能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是罪不知识 但是在神自己的角度里面 但是在神自己的角度里面 国度里面 他所犯的罪是极度的严重 他所犯的罪是极度的严重 但是自己都 会思想到的当我们始终犯罪的事 甚至我们都想到 犯罪的时候 吃过 吃过的 不过 苹果 不然有苹果 吃过的果子有什么大事 当时吃的一个果子有那么严重的事呢 他就是反映到 他就是听神的反应 但是就是反映到他就是不听神的话 他怀疑到神就没神了 他怀疑到神的灵散 神也都情上都会 神也都惩罚到了他们 可能我说我自己都这样的话 我们需不需要那么重啊 使得那么重啊 可能当时我们都会想到 虽然需要罪到那么重啊 但是这个 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识 但是彼得就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的神是 轻慢不得的 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当时那些人听到的 都非常的惹怕 当时的人听到的都非常的惹怕 我当他们就是今天我自己 我自己的看到这篇经文我感到 都感到非常震惊 先别说当时他们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惊 看到圣灵竟然的即使击杀 看到圣灵竟然即使的就击杀了 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在第六节我又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好像 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没有事发生 那样的 有些 圣灵人起来 把他包裹 出去 好像雷神的事发生 就说到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了 就抬出去 摆账 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事情发生 但好像是 有些无奇事 就说 打包裹 抓住他 就像第一次看见 你多无奇事的 就捡起来打包了 第七节 若过你三小时 他的妻子之来 还不知道 这事 第七节说 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但是有来到一个 我老公 很久 就是 好几个人之前来过 那是 见不见到他在哪里 或者什么事 他进来就会说 刚看见我丈夫 几个小时了 他去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能有机会问的时候 你就是怎么问他 可能在他没有机会问的时候 你就先问他 他就说 你告诉我 你们 卖钱地的 家人 就是 这些 吗 第八节说到 你告诉我 你们卖钱地的 价钱就是这些吗 想都不想 他想都没有想过 他就 就是这么多了 就这么 谢谢了 给他一句 跟着就会说 然后给他就跟他说 第九节 你们为什么 同生 试探着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 脚已经 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第九节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 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你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在彼得的这句说话里面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位夫妇 原来这个夫妇呢 不只是 一红圣人 原来这位夫妇他不单只是弃红圣人 彼得的这位夫妇说 他们在 撕探 圣灵 原来在这里家里说 他们也在 试探圣灵 可能我自己都 都不明白 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他怎么撕探圣灵呢 可能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不太明白他怎么去试探圣灵呢 很明显他们 卖了地产 要说将一部分 给到 彼得的时候 其实 知道我错了 知道什么事 其实他们 明知道卖了田产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意思是 明知故犯 所以他们是 明知故犯 其实他都可以估得到 如果是东窗事发 这一定会有效果 所以他们其实应该猜到 要是东窗事发的话一定是会带来 民众的后果 但是他们仍然做出一个选择 但他们还仍然的做出了一个选择 要以身事法 需要以身事法 这让我感觉到我觉得 挑战着圣灵呢 是会怎样处理他们的 我感觉到他是要挑战圣灵看看圣灵怎么去处理他们 我相信大家做个父母人都会听过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做过父母的都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这些子女的父母应该说这个话 这耳里就很流行去说这一句话 I did I did I did 你试一下你敢不敢做 你试一下你敢不敢这么做 这个是挑战人家 你会怎么做 就像在挑战 你 究竟要怎么做 我做了 我做了这些 你最多要怎么做 我做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次呢 你生命来 说点事 多吧 很可悲 多世界 已经越线了 你怎么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去试 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去试 在第10节 第11节 你也说了 夫人在我都失败了 就立刻扑倒在给的 钱 全了是 那些专人真来 他已经死了 就在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我听见这事 都想 对他 夫人立刻扑倒在 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这故事不简单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就这样结束 当然 我们有重回过的 圣经所给予的史当中 有好多的功夫 但是我们又在 圣经所记录的每一件事当中 要学到一些功课 从亚阿尼亚和撒菲拉的夫妇 维维这个思想 都那么也必须有功课 从亚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做的这件事上面 我们学到一些什么功课 虽然我自己 我认为你 虽然我 看见的可能跟你们 不一样 或者我 学到功课 也都未必 是很直接 在这经文看得到的 可能我学到的功课 也未必直接在这个经文上 能看得到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感受 我的感觉 和一些理解 我只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觉 我自己仍然是思想到 阿南亚和撒菲拉的 阿南亚的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这对夫妇特别是亚阿尼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对我自然也都问 为什么很多事 我们刚才我们身主的人都好多我都能带着面具来做人 很多时候我也会问为什么我们弃主的医生姐妹的时候也会带着这个面具去做事 什么叫做带着面具呢 就是说人家看到的你和真正的你 就是说人家表面上看到的你跟真实的你是不一样的 你这会往我们虽然的 是要思想即够 人家看到这个我 人家看到这个我 我真正的我 我真正的我 比较一样的 用讲解我们需要的是 人家看到的我跟真正的我是不是一样的 若然不是一样的 若然不是一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戴着这个面具呢 为什么我们要戴着这个假面具呢 为什么我们要戴着这个假面具呢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怎样才能让你看到是如果我们要活出那个真我呢 还有一个其中一个我学到的顾客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勇于脱下面具 我们要学会就是勇于脱下面具 当一个人去拿下他的面具的时候 自然的 很自然会有一些恐惧 因为他连自己的真我都不认识 因为他可能连自己的自我都不认识 你都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接受这个 从来没有见过那个面容 也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接受这个从来没有 勇出过来的面 我想说那些人为什么会戴着这个面具呢 所以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戴着这个面具呢 但我相信我带着因为他有一个过去的 因为很多人他们有他的过去 可能有他的伤痛在里面 可能有他的伤痛在里面 这些面具就好像伤痛在里面 这个光度是连着在里面 摆不到他的伤口 所以这个面具有时候就像一个唱歌贴一样 可以挡住他的伤痛 一个缺乏自信的人 一个缺乏自信的人 他变成是很有自信 他表面像好像很有自信 一个本来不是很好看的人 一个本来不是很慷慨的人 他可能要展示给大家看他有很慷慨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对呀 他让人家看见他好像很有信心 他让人家看见他好像很有信心一样 亚拉尼亚为什么要留下那一部分呢 亚拉尼亚为什么要留下那一部分呢 因为他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因为他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他很担忧拿出来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 他害怕他给了出来人家不会给他 他就知道他有些东西他没有那个把握 他就知道他有些东西他没有那个把握 所以他要无所保留 就像是有一层 有一层的 一个面具又挂在他面上 好像又一层又一层的一个面具挂在他的脸上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可以 有点时间思想想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鼓励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的过去 我看自己就是 你可能有这个隐藏的 这个 商团的类型是非常 所以看看我们过去有一些 商团还没有预复的 所以我们要敢于 面对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敢于的面对过去 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去 我们要求神去帮我们去潜入 也都要敢于 活出一个真我出来 那我们也要敢于去活出一个真我出来 然后 然后 美好的将来 然后期待到美好的将来 谢谢 那弟兄姐妹 我们刚刚参了一首诗叫做今天可以不一样 因为的确是的 我们有主耶稣今天是可以不一样 明天也可以不一样 我们一生以后的子女别都可以 不需要停留在过去 我们一生以后的日子都不需要停留在过去 因为神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 能够 原地 因为神 因为神 我们主耶稣 已经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我们的背 我们就 在一个 梦片当中 我们不需要再停留在过去的一个梦片当中 今天我们未必能够拆下我们的面罩 今天我们未必能够脱下我们的面罩 希望大家能让我们的面具拿下来 求神赐福 让我们低头祷告 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 感谢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也要是一首诗歌的来 欢迎我们教我本人的 也像一首诗歌让我们可以照我本样来到神的面前 又感谢你 因为你会越大 你会接受 你会接受 无论是给公外的 给母体的人 无论是多味多不好看 你会希望我得到清净 你会让我们得到捷径 因为 这个面前 是一个 蒙样的 我们来到祖里的面前 我们是蒙恩的人 得到称义的人 得到称义的人 我们可以叫我们的神叫阿爸父 再一次感谢 再一次的感谢 那我们可以在祖里面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我们的样式 每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 感谢 感谢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接受我们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情 怎么样 阿 inches 阿 monaster 阿强